昏暗光线中时而传出炮击和枪响 死守在马力波亚述钢铁厂的士兵不断向敌方射击 虽然俄军宣称已经占领了马力波并将亚述钢铁厂包围 不过从乌军公布的最新画面显示 俄军并没有完全掌控当地 乌军甚至还逼退入侵的俄军 在此同时12号是国际护理师节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基辅参访一家新洛城医院 颁奖给医护人员 他说他代表所有的前线战士和民众 向所有医护人员表达感谢 在这国难当头时刻 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 有如所有人的父母般照顾伤患无私付出 而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最新统计 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开始侵略乌克兰后 已经有超过600万难民逃出乌国 其中以波兰接受的难民人数最多 难民中有九成是富足 感谢观看